盘点海鲜尖商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帝王线一直69米90米 两只99米 你好 喂 你好 我这里是 今天是帝王线的 现在有事件的吗 有事件 因为那边 大概是东西的 首先你这个东西是帝王线吗 呃 这个我们在做的 然后我们 好像是小帝王线 怎么了 我们在那边 是小帝王线吗 是小帝王线吗 你不要 你不要给我来擦边球 你也知道我是做什么的 我相信你应该跟你说了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你不要给我来擦边球 它是什么 这个 因为我们 小帝王线 叫雪线 这个我们会 我们有东西的 你看看 你知道它是雪线吧 为什么说是小帝王线呢 小帝王线也称雪线啊 小帝王线也称雪线 哪个地方说 它是小帝王线 海关进口的时候 商品名写的是什么 写的是帝王线吗 写的是小帝王线吗 写的是雪线吧 那你那边 现在是打算 这个打算处理的 你是不是承认你受假 你现在 我 我没有承认我受假的 你卖的是帝王线吗 我们这个是 我们这个 请问你 它是帝王线吗 我问你 我说你是这样说的 我问你 它是帝王线吗 你直播的时候 说是小帝王线 直播的时候 还说深海 智力深海帝王线 没有说小 要不要把回放 给你放下 我有录评 那您 那您是觉得 这个打算处理的 你承不承认你受假 这 我问你啊 这个东西 是不是帝王线 雪线算是帝王线吗 你自己都说 它是雪线 是雪线 是雪线 这跟我们承认 它是雪线 雪线的话 我们这边 它说是小帝王线的 对 雪线怎么能是小帝王线 我问你 这样吧 您如果雪线 不知道说是小帝王线 是吧 我问你啊 同理啊 猫算是小老虎吗 你可以把猫叫做小老虎吗 可以吗 你可以把眼镜盒 叫做小棺材吗 按照您这样子说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说了 因为它不是帝王线 你叫帝王线 不就是在误导消费者吗 你们自己都知道 你们用的什么套路 你要跟我沟通 咱们就实实在在的 是吧 你都说了它是雪线 你还跟我说 它是小帝王线 那帝王线 是什么棵 什么鼠的 帝王线 是石线科 你石线鼠和石线鼠的 而你的这个东西 是仿岩线鼠的 它的学名叫做 颗粒仿石线 智利不是没有帝王线 智利的帝王线 叫智利王线 它是不一样的 你给大家的误导 不就是感觉 这是智利帝王线吗 对吧 你在直播间里说的 让大家觉得 这个就是智利的帝王线 那智利不是没有帝王线 那你承不承认你受假 我吃完之后 有一个就是坏的 你们在直播间里说 你们要挑 两天之内发货 你们要挑一天 再发货 把坏的挑出去 我到家之后 还有一个是烂的 首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 到家可不是帝王线 是不是 那么你现在 你是想按什么给我赔 是想按坏的那一单给我赔 还是按你卖假货给我赔 这个东西不是我找你们的 是我把视频发上去 因为看到我发了这个视频 然后主动联系到我 我说你们看怎么解决 不要问我怎么解决 你们如果正常的消费者 你们怎么去处理 你卖假货了 嗯嗯 行吧 那我先听 外交的领导 行 可以 我先听外交的领导 等会儿 我再给你打电话 我问一下 好吧 可以吧 可以 那就这样子 一个200多万的大网红 在三亚卖海鲜 被宰1000多 卖家真的冤枉吗 我们这么高的面子 三亚就被宰了 那件事 当地监管部门 已经下场发生了 按理来说我应该闭嘴 但如果我不说点实话 我真对不起 常看我网友的视频们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290多万的探店博主 去三亚海鲜市场买海� 龙虾卖到他700块一斤 是这个是这个 多少钱一斤啊 200块一斤 结果拿到加工点 加工店老板说 这个龙虾不值700 一斤也就300多 200块一斤 你来你了 300多一斤 视频发上来之后 就被推上了夜门 好多小伙伴就想看 到底有没有下门 因为七七八八一算 他这顿海鲜好像被宰了一千多 这么大的网红去了 一斤龙虾都要贵好几百 咱这种老百姓去了 不更得挨宰 紧接着当地的监管门 就已经发了一个声明 说他这个龙虾俗称大蜜蜂 近货价550 卖700块一斤 卖700块一斤 是这个是这个 未发现贪位存在 雾明码标价 缺金短两 价格欺诈等宰客行为 有一点我不是很懂啊 为什么他要把这种龙虾的俗称大蜜蜂 给单独提出来 是觉得这个东西叫大蜜蜂就贵吗 俗称也就是商品名 你想咋给它起名就咋起名 几个商贩我共同就叫这个名了 它就是这个名 它可以叫大蜜蜂 你也可以管它叫大渊猪 反正就是俗称嘛 但是这种龙虾在咱们中国最广泛的俗称 也就是更多人认可它的名字 可能为了拍视频夺取流量就胡编乱造 我不得不跟你们说实话 虽然我是海南虎空 但我已经有将近大半年没有在海南了 有可能这半年的海鲜价格涨到飞鞭子了 我不知道 它这个事出来之后 我们还有好多小伙伴 去我两年之前的那个古巴龙虾的视频下面留言吗 两年半之前 古巴龙虾我买的价格是238 出了这个事之后 我再去同样的商家问古巴龙虾的确涨了很多 那这个价倒没到700呢 2-3斤的龙虾市场终端零售价388一斤 这就是我问到的价格 388和700一斤差了300多 算不算费载 你们自行判断 但是别着急嘛 还有一个前提 大家都知道龙虾是一个规格一个价格 一斤到两斤的就要比一斤以下的贵 两斤到三斤的就要比一到两斤的贵 那它3.6斤的就要比两到三斤的要贵一点 但这个贵一斤能不能贵出去300块 你们自行判断 其实在我印象中古巴龙虾不是一种很贵的龙虾 就即便它涨价了 也应该和市场上大多数龙虾一个价位 咱还是那句话我半年没在海南了 如果真的是净化价500块 这些话算我没说 但我真的有点不信 海南的龙虾也分淡旺季 旺季是比淡季要贵一倍 但旺季是什么时候 丰海期是旺季 旅游高峰期是旺季 你们可以看看 我即便是在丰海期的旺季 买龙虾最贵也是400块左右 那个龙虾也挺大的 这个季节就是它的淡季 应该是最便宜的时候 但的确也有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是全球的龙虾现在都涨价 哪怕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斯里兰卡 龙虾都涨费编崩 这是我前两天问到的价格 他们这边两到三斤的龙虾都350了 三斤以上的也将近400了 要知道斯里兰卡的人均工资 就1000块左右 还吃啥龙虾呀 那么贵 都别买了 便宜了让我买 身为一个中国人 却拿外国人当噱头骗钱 我请你不要再丢中国人的脸 可以吗 拍了这么多海鲜披腾视频 我还真没想到海参能这么玩 在王斯丹的十年还没搞明白 他们这儿的食物做香肠 为啥要放海参呢 逗念 吃人参的参 海参 海参单独吃不好吃吗 后来我的俄罗斯朋友给我尝了一根 味道真的是惊念到我了 海参怎么搁这么多呢 这味道也太鲜嫩了吧 肉质还那么紧实 这视频我大啃 咱放到最后再讲 先问你兄弟 你看完这视频啥感受 估计咱俩都一样 以为这小子是从俄罗斯进口的 但据我所知 咱们国家是不允许从俄罗斯进口肉厂的 那么这小子到底是何方调腻 买回来了 开箱 29块8一个人就长这个存在 上面一裤兜的俄罗斯 不能战胜俄罗斯了吧 这是这儿 生产厂家河北的 你说你个中国企业 你非得整个俄罗斯包装 你装啥大尾巴了 是不是想蹭俄罗斯流量 冒充俄货 欺骗消费者 就你这点小舅舅 你就收了吧 观众现在都不傻 重量353.3 比标准还多了3.3克 咱必须实话实说 这点还没毛病 完全不一样 视频里那么多海参 这里面就兴奉几个 香辛料味特别的浓 而且棒还特别的重 厚得你嗓子都难受 这个海参绝对是严重泡发的 一碰就碎了 捏到手里的感觉也超级的软 太难吃了兄弟 我跟大家讲 海参咱们吃它 主要是那种Q弹的口感 它自身咱们是基本吃不出来味道 所以那些拍视频的图 你们拍的时候 能不能抖点心 非常香 非常浓郁的一个海参的香味 动不动就一股什么什么的味道 我问你海参啥味 海参有味吗 请问 再说了 咱吃的这个玩意 它也不是海参的 黑聊表写的海瓜参 这就是我前面要说的坑 在视频里 我一眼都看出来 它啥玩意 光不磋裂的 那是海参吗 那不叫海茄子吗 生物学上 虽然它是海参的一种 但在咱们中国市场 在市面上 就管它叫海参子 你要不信 你就随便找个饭店后厨问问 你管吃完叫海参 你看厨师长 一巴掌不踢死你 这小子就是海茄子 吸烂件 几块钱 十几块钱 注意用词啊 咱们国内常说的海参 一般指的是刺身 一斤的几十三百块 和海茄子 差了几倍 十几倍呢 它俩就不是一个玩烂 区分起来也很简单 海茄子表面是光滑的 身上没有刺 海参的身上 布满了凸几或者尖刺 所以问题来了 你用海茄子当配料 为啥你的包装上 要印海参的图片 有没有涉及到虚假宣传 用你虚假宣传 我都放过去 关键是你真给中国人盯眼 总的小伙伴可以评论区说一下 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这种海参肠 我是真不知道 但我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即便有海参肠 它也绝对不会拿海茄子当原料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海里面 它就压根不生长海茄子 懂了吧兄弟们 你拿海茄子 当俄罗斯海参卖 这玩意让俄罗斯人看到了 情何以堪的 笑不笑话咱们 给不给中国人丢脸 跟你讲啊 今天这片子都快把我气怀孕了 他是真把观众当傻子呀 不需要下厨 随随随地就品尝到蟹黄的味道 它们现在的蟹黄酱 都是刚刚生产的冠状态 吃起来辛香美味 所有行间都是在 博海湾捕捞上来的大青蟹 停 你真当观众们是傻子呀 就你这片子能不能专业掉 博海湾捕捞上来的大青蟹 作为一个拍了三年海鲜揭秘视频的 海鲜鲜商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北方根本就不产青蟹 而且更过分的是什么 你说博海湾产青蟹 我都忍住这个生理不适了 然后你说青蟹的时候 你还给我配了个大杀蟹的图 你是多拿我们当250啊 就你这样审得你还能卖出去货 你是哎呦我天哪 我不知道是你骗的傻 还是你当我们傻 买回来了 99三盒再送三盒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这小子 心里不翻臉然 咱想想 结合他们前面那些低劣的谎言 再加上一盒16块钱出头的这个破价格 你们小子这小子能靠谱吗 先看一下包装 镜重105克 固形物大约50% 看到配料表 我心里悬的那个大石头就落地了 果然是骗子 排名第一的居然是植物油 第二才是蟹黄 请问你卖的不是蟹黄酱吗 为什么植物油干的那么多 你这是耍的好手段呀 非常强烈的一股香辛味 这个好难闻啊 你们能想到吗 蟹黄酱你闻不到蟹肉和蟹黄的香气 反而是一股红烧牛肉面的调料味 我想他配料表最后一味的那个香辛料 基本就是科技于很活 看起来油还是蛮多的 并且正常蟹黄油的颜色 应该不至于这么红吧 放尾放着色剂 存衣 吃起来就是红烧牛肉面味 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 和蟹黄一点都不沾边 并且它里面有非常多的小颗粒 这个绝对不是蟹黄的口感 就这种产品 这个状态 这不就是正面八虾吗 和你视频里的是一个东西吗 还是那句话 想买好货 咱们就不要贪便宜 假货一盒16块多 真货一瓶40多 三瓶138 重量100克 和假货差不多 再看一眼配料表 这个贵的主材料就是蟹黄蟹肉 我肉眼所见 假货的油是偏红的 真货的油是偏黄的 兄弟们你们看看 这才是真正的蟹黄 你再看看这里的蟹黄 这啥味 这是蟹黄吗 这是吗吗 嗯 不得不说 好像这真货也不咋好吃呢 蟹黄很散很干 虽然有蟹肉的鲜味了 但是是那种干鲜的感觉 让我吃起来很难受 好了吧 生活如此美好 本次视频到此拉到 感谢观看 拜拜再见 蟹黄酱 可能又好吃的 我没探着